主民主管 建國國立 喊出口號獨派團體選 在10月25號這天站出來 要揭開79年來的謊言 強調這天不是台灣光復日 是台澎淪陷受難日 在79年前的這一天 其實中華民國的政權 只是以民軍受行代表的身份 在台北公會當起行 這個受行的典禮而已 從那天開始 他也自己欺騙我們台灣人 他擁有我們台北的主權 透過歷史 本土社團直指中華民國政權 為台灣人帶來的是苦難 並提出近期國際討論度最高的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主張台灣人必須建立 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 現在的國際已經吹起 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不涉及台灣的順風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避免 把台灣一直跟中華民國 深度捆綁為一體兩面 應該要倡議台灣加入聯合國 而不是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澳洲議會 他們來標館這個聯合國 2758號決議 並沒有說台灣是中國的 對不對 中國人就回去中國 這是台灣國 對不對 台上宣長突然變得激動 原來是隔空向對面群眾嗆聲 不到十公尺正好有統派團體齊聚 慶祝光復日 如果大家不要忘記 你做台灣應該 一人六二五 台灣應該未來 是台灣人自己的確定 雨下的再大也沒再怕 要在這天表達台灣建國的心聲 也要紀念為台灣奉獻犧牲的 民主前輩 明日新聞傳言李俊銳 台北報導